今日9.25剧情爆料坠词 阿尔萨斯回归 加利亚登基 有消息称阿尔萨斯残存的灵魂虽然被养了 但却没有杀青 脱离哀伤剑后 阿尔萨斯的灵魂回到了昔日的王都洛丹伦 并以自己仅剩的心能为媒介 治愈每一寸宝金创伤的洛丹伦土地 最终阿尔萨斯精进人亡 与洛丹伦融为一体 临死前说了一句 当我们的现实被重铸 我献出了自己全部的心能 哈 洛丹伦觉醒了 而9.25测试符的两张传新的加密地图 正好从侧面证实了阿尔萨斯进化洛丹伦的真实性 在9.25测试符中 新添加两张加密地图 分别是提瑞斯法灵地和洛丹伦之战的场景战役地图 其中提瑞斯法灵地有一个新的系列任务 凋零之后 这个任务主要以重建洛丹伦 进化西瓦散播的病毒瘟疫为主体 那该如何进化呢 这就可以将阿尔萨斯进化洛丹伦的剧情添加进来了 而加利亚米奈希尔 作为洛丹伦王国唯一合法继承员 在洛丹伦被进化后 金利利安辅佐加密为王 获得一个传新模型 带领被遗忘者重新入主洛丹伦